射箭好手汤包汤志军在2020年的全大运当中反取公 一个人就包办了男子团体 男子个人还有混双三面金牌成为最大赢家 而今年2021年首场的全国赛事 他更是全力以赴希望可以再次摘金 汤包说这次来到花莲玉里风势很大 不过就当作是训练全神贯注要把赛事给V完 全神贯注把握练习射箭的时间 他是射箭好手汤包汤志军 在109年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版曲公大获全胜 一人就包办男子团体 男子个人以及混双三面的金牌 成为最大赢家 这次更是细心十足来到花莲玉里 准备好备战110年的全国射箭竞标赛 这边心情就是蛮兴奋的 因为每次来花莲这边都具有挑战性 然后这边的居民也蛮热情的 这会为我们为我们加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台北大学在100年正式成立射箭队 只是每届都无法组成团队出赛 队史最佳是女子个人赛同盘 而汤志军无愧是国内顶尖射手 不只为北大在团体赛抢下手金 更是队史首位包办三斤的传奇 汤包说这次虽然来到狱里风势比较大 但是就当作是训练全神贯注把赛事比完 技术上跟动作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再来就是看接下来每天的风向 或者是风的大小来做判断 就是以以前的经验来告诉自己该怎么做 另外射箭好手雷千银是台湾相当早拿到东京奥运门票的选手之一 这次也来参加2021年的第一场赛事 他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奥运延期 但是他没有停下脚步练习 专注在提升自己的能力上 另外还有一位射箭国手常客老魏魏军衡 在去年全大运发生功倍断裂的意外 没能挑战成功反驱功男子个人赛的三连霸 不过他不尽呢 也是来到狱里参加赛事 希望能够满载而归 记者高雙雙预阵采访报道